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皮膚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 其實都可以透過攝取純度高的提取物 來改善情況 今集的健康介馬 跟大家一起解構一下 第一種就是螺旋組 過敏反應源於免疫系統的抗疫行動 而這個螺旋組中最引人關注的活性成份 螺旋組多糖和藍組素 正是與敏感的息息相關的 而前者能夠有效抑制身體裏面的過敏反應分泌物 百介素4 而後者則具有優異的抗發炎功效 減緩因發炎而人治身體不適的反應 第二種就是蘋果果膠 果膠是蘋果裏面最有益的成份之一 能夠刺激人體大腦中 經生形細胞分泌出 腦顯身神經營養因子 BDNF 對內分泌及免疫系統方面的問題 譬如鼻敏感、烤喘、淚風濕關節炎等等 都有舒緩的作用 還有一段時間 在這裡 第二節回來,先頭,傑哥仔 兩次覺得是穩替新的古怪事件 接著下來 那個年紀會否距離遠一點,差不多10歲左右繼續發生? 接著都沒有發生這些事,不是見鬼 如果見到鬼,已經是17歲的時候 即是一路都風風浪靜,沒事 接著到17歲才見到? 但見到也不知道是鬼 就後來發生了事,問過事才知道是鬼 那你怎樣見到他呢? 那時17歲就開始出來,因為讀不成書 就開始出來學師 那時年輕一點,身材比較漂亮,去健身 做學商鑽石 你知道啦,下班已經7點了 去玩完健身,剩回到山牛角,就差不多過了12點了 因為我出去商鑽石都尖了一醉 過了12點了 下車那一刻,心血來潮 因為工作關係很少走馬頭那邊 在第一個十字路口 我眼尾一勺一勺,就坐了一個人在花草馬路那邊 馬路行人路,旁邊有些花草 對,對,對,尤其是那邊更加 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當時,因為我急急腳走的 就看見一個人坐在那裡,我心裡就想 這個人很奇怪,很古怪 嗯 我心想這麼奇怪,晚上晚上坐在那裡 嗯 接著就走到碼頭,打個圈回家,洗澡睡覺 嗯 接著,三點幾的時候已經 咳到,醒了 咳 對,很快來了,咳 嗯 就不停咳,咳到醒了 嗯 看完醫生呢 你頭一個小時吃完藥,可能就會舒緩了 但之後都是不停咳 那 慢著 那你就睡到大概三點鐘左右開始咳 是的,很快 那就不是去看急症的,咳 那天晚上就真的不用睡了 不用睡了 那第二天就去看醫生 是 吃了藥,就會舒緩一個小時 但是還是繼續咳 繼續咳 繼續咳 它是咳到不停 每秒都咳 這樣就 就很困擾 因為兩邊都 痛 是的,都很痛 然後就 就跟我媽媽說 好像看急醫生都不好 但是那時候都要工作 是的,是的 那後來我媽媽呢 就 可能不知道聽人介紹還是怎樣 就去問過一些 又是法科的師傅 嗯 當時我當然也不知道是甚麼門牌 還是怎樣 嗯 那他就 回來告訴你 然後呢,他就說 我有一晚好夜回來 嗯 即是他說回來 他有一晚好夜回來 就 困到骯髒 我們黑客人喜歡說 困到 困到 困到骯髒 困到骯髒 這樣 我又想啦 好夜回來 只有那一晚 還有我走過 我看到以為是人 我覺得他很古怪 很古怪的 嗯 那我就想 那會不會是那個呢 那應該是那個了 嗯 那後來他也是 找些符 燒水啊 嗯 給我袋 還有放枕頭底啊 嗯 這樣 還有就丁竹呢 就現在幫我燒些東西給他 還有他當時不知道怎樣 就說 就燒了東西給他 還有 由今天開始 即是飲了符水開始 他就說 你早上什麼路線走上班 收工什麼路線 就什麼路線修 就不要 那一年裡 那一年都不要到處走 這樣 然後後來又真的沒有咳嗽 嗯 是的 那他那一隻呢 譬如說 有一些法科事 我又想問一下你 那 之前 潘師傅 潘格白江師傅 就 跟大匪看過 就說他 撞到東西 跟著我跟大匪 就搞了一壇大龍鳳 走去那些衣紙舖 元朗 我信得過那間衣紙舖 因為 開了很多年了 那叫我 怎樣 那些叫我問什麼呢 其實你撞到東西 就不用一定找到佛 法虎師傅 一腳 對 查一腳 查一腳 就可以知道你會撞到那些東西 好像我們去到那裡 那些衣紙舖 那班女人 就直接教你那些東西 怎樣做 怎樣去燒 或者在十字路口燒 你撞到 那你媽媽那時候 是否這樣去回 你告訴他 看到那個人 坐在那些位置 去燒東西給他 還是怎樣 你知道嗎 因為他 他不用當時去的 其實就是 可能 我媽媽就說 我什麼名字 什麼年月出生 我不知道他當時怎樣搞 總而知他應該都是找一些法科 就是法科師傅跟他搞 搞定了 總不知到最後你又不咳 又好回來 什麼事都沒有 那一年你都是 乖仔 你 就是他叫你 這樣上班 就這樣 回來了 那一年 是 如果我的性格 他慈善 我天天都不知道 無緣無故白事 自己打兩個圈 原來你是乖仔 跟我的壞仔 完全不一樣 你去廣東 我特地去西 是 那時候已經17歲了 17歲了 這次應該是 最後一次見到 骯髒的東西 是 那你都不是 那不關那些 替身 那你說 替身 之前頭一兩次 已經是替身了 頭之前 那以後都沒有見過 以後那些 我看見到 雖然好像不像 穩替身 但是其實 善者不來 來者不善 看到都 我覺得是 有點淵源才是 因為之前 未做節目之前 我和你談過幾句 我講過我的經歷 那三次 那你又不對 不看我做節目 今晚開始要看 那他就 你又跟我說 撞到 你應該有些事情 要發生的 因為我的經驗 通常都 要是病 要是什麼 一定有些危險 那我說我撞到 就沒事 那我就告訴你 我撞到就沒事 因為我有些特別的 我學了神功師後 才撞到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學神功那些 全身寫負 避鬼 避險 可能見到 我見到 我退避三隻 那些都自己躲起來 不過 避無可避 不停 讓我見到 他沒有辦法 他不想讓我見到 你那些又不是 有些人是 硬要讓你見到 還特意讓你見到 就是那時候 見到都以為是人 那又說回你了 那你 我看你年紀都年輕 不年輕 四十更年輕 蛤?有四十嗎? 是啊 看不出 我說你三十歲 鬆一點 那好 四十 那講一下你了 十七歲之後 又開始沒有撞 沒有成 平平安安地度過 到現在 就算見到那些都好 沒有了 都沒有怎麼搞你的 嗯 是吧 那些故事 就根本上 就很小而科 沒有什麼的了 那為什麼突然間 你又 什麼因緣制會底下 你又 相不相信 泰國的佛牌那些東西 如果你說泰國佛牌 我最初是 一點都不相信 嗯 因為我覺得 很無稽 無稽 因為 有什麼可能 用什麼物料 弄了 然後又有法力 嗯 因為我 我 不是很相信 嗯 最初 我覺得 應該沒有力量 一些人是迷信的 是 這樣 那 怎麼會令到你相信 那 後來呢 我就 因為其實 我小時候 對那些風水 比較喜歡一些 別人的面相 經常買些 書來看 是呀 那你說 神功我就少些 嗯 這樣呢 又很喜歡那些 玉石啊 城啊 無論那些 什麼 翡翠啊 沉香啊 是 蜜蜜那些 我都很喜歡去 去看 是 是 去學去研究 這樣 經常都會周圍去看 賣一下 嗯 那後來呢 為什麼會去 研究佛牌呢 會轉了太 其實我最初呢 就是覺得佛牌呢 最終都會成為一個 古董來的 它有它的價值 是是是 那才會去買佛牌 後來 後來又認識了師傅 嗯 他又教我很多佛牌裡面的東西 嗯 佛牌知識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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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了佛牌之後 那當然會戴佛牌 那現在有沒有戴 有 擺了在家 就是沒有戴了 不是 學了法之後就少戴了 但是都會繼續去 好的 又會去收藏 哦 就是跟我一樣 我喜歡見到這些 我見到這些東西 就不知為何自自然而 心裡開心啊 輕鬆啊 平靜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 請了佛牌之後 那有沒有或者佛牌帶給你 有些特別 增運啊 或者有些什麼好的 當然 每一個人 無緣無緣無故帶佛牌 或者去信某些東西 一定是有所求的 是啊 是啊 其實根本上 從小到現在 根本上運氣 一向都不太好 不是很順利的 或者 祭遇上都是一般的 那你戴了佛牌之後 那有沒有說 命運好了 或者改變了很多 反而現在呢 其實關不關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是順利了 還有 就不是偏才的 可能那個正財的收入是多了的 嗯 都是事實 你說偏才沒有 其實我很少去賭錢的 或者跟我一樣 馬六合彩 是呀 很多馬六合彩 是 這個問題 真的 一問就要羅師傅發揮一下 那你 可能 那個運氣 和你的佛牌 可能沒有關係 也可能有關係 就是呀 因為你育算命呀 整天都知道的了 那你之前那個運氣不好 那是因為你的那個榴槤 令到你這樣 那或者你 我現在運氣好了 那可能你那個榴槤 或者運勢 你現在是有財運的 或者是有事業運的 或者是有因緣的 那你在這段時間那裡好了 很多東西在這裡開始出現 那跟那個佛牌的關係大不大呢 跟佛牌關係大不大 其實呢 為何佛牌會有力量呢 其實就 在這裡補充一點點 嗯 我個人意見覺得呢 其實呢 就認識了這件事這麼久 其實佛牌的力量 是源自什麼來的呢 是源自本身 它本身 它本身有個宗教背景 第一 本身有個宗教背景 有某一個神 某一個佛 去給一些高僧 去給一些師傅 去修煉的時候 就會令到高僧 或者令到師傅 自己有一個提升力量 嗯 因為它本身 尤其是一些高僧 泰國的高僧 它有一些戒條要守 嗯 起碼它不可以接近女色 嗯 即是不可以跟女性發生任何關係 是 你發覺有些泰國的僧人 你女性 女性 你逮飯 你供他們的時候 你都不可以碰到她的身 是 它很避忌 嗯 所以如果你們本身 有些善信去泰國拜神 或者去找些高僧的時候 本身的衣著 就不要穿得太過 性感 太過性感 這件事真是好 說起來有一個小問題 我和我老婆去泰國拜佛 我老婆出來短褲 一般很多佛廟 外面有些女人 那些女人仔 可能是幫佛廟做義工 我相信她是做義工 平時去到佛廟 那些義工 她講我明白她的意思 你過來吧 我們有些沙洞 法寶 你遮遮腳進去 那次我去清咪 又是這樣 我不知道 她老經常記住這些東西 走進去 那隻腳 有一大門口 裡面有個和尚 笑容沒面 指一指我 指一指外面 她好像知道你是客人 那樣子當然跟泰國人不同 然後就指一指腳 他們要把裙子才能進來 或者要把布才進來 其實他們跟女人的接觸 無論如何都好 盡量都會有些距離 或者人家的規矩 是你不要穿得那麼性感 又打了大V 當然有些這樣的事情 好了 就好像我先投稿的問題 那些人在那段時間 她的運氣怎樣上 或者剛剛好上 那如果你又帶著佛牌 就有幫助 如果你當時你的腦 就這樣想 這個佛牌我帶了 開始運氣好 其實可能就是你本身那個流年 這段時間的運氣應該有 只不過你走回那裡 或者佛牌在那裡再幫一幫你 讓你更加順利些 會不會是這樣 會的 其實佛牌的力量 就是原始本身一個宗教的背景 對 另外一件事就是 為何宗教的背景 他被一些僧人做佛牌的高僧 他本身有些戒條守得好 其實那些戒條守得好 譬如不可以接觸女色 或者本身還有很多不同的戒條去守 其實那些戒條令到他怎樣呢 令到他心清淨 那當他心清淨去修煉的時候 他就容易去吸收到的力量 是 因為你無論修煉的時候 或者做任何關於法科上的事 你的心不夠靜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亂的時候 出來的那件事 效果就不理想 噢 所以他們本身的心夠靜 而且他們本身是為何在山上修煉呢 基本上他們經常上山 有時候上山修煉的意思就是 因為山有氣 他被吸收氣 其實他就是修煉 修煉就是在身體裡面 修煉到身體裡面之後 為什麼他們一誦經 念經的時候會有力量呢 他們一念經的時候 就是用意念 把收回來的力量放出來 無論幫善信做加持 或者幫佛牌做加持的時候 他就把這些力量放到佛牌 變成佛佛牌就是正能量 其實我形容這件事 所以他會應用佛牌 其實是一個能量學的東西 好了 我們又過了兩分鐘 我們稍後就說說能量學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蝕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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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